我们到洛杉矶的第一天 然后收拾好准备出门了 早上空气真好 现在是早上9点多 我们今天去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大约40分钟的车程 就到星光大道步行街这里了 人行道上有很多兴趣 记载着很多对娱乐产业 有杰出成就的人 包括演员、音乐家、导演、制作人等等 位于好莱坞大道 与高地街交叉处 有一个多功能的休闲娱乐购物中心 它的标志是一个类似凯旋门造型的大楼 建筑很猴尾 建筑很猴尾 哇,那里有好莱坞耶 可以直接看到好莱坞的标志 很多人在这里观看和拍照 在高地中心的附近 有中国剧院和杜比剧院 地上有很多明星的手印、脚印 这是 沿街的大小店铺 营造的氛围非常好 但是在这里要警惕那些给你塞CD 和各种cosplay的人 把我俩来下了 不要送我俩光盘 拿了光盘就开始签字 签好了字 要20块钱 强行要20 就这么一个破隆 还让我俩听一听 它们都是会强制让你消费的 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大家要尽量避开 总之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安全 如果没有电视机 还是会强制让你消费的 也行的话 如果有电视机